37歲的TVB藝人細細粒 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直播帶貨事業 每晚都吸引過萬觀眾捧場看帳 今年9月份 賺到盆滿撥滿的細細粒 還在廣州投市開了一間貴價海味店 正式榮星做老闆娘 不過最近由於內地疫情開放 又不少人都陸續中招 就連細細粒都不例外 近日他在社交網拍片分享自己的情況 鏡頭裡他面容潮水 黑眼圈很厲害 嚇到不少網民 大家都紛紛留言慰問他的身體狀況 細細粒表示自己已經養了3天 還說聽聞養了不可以洗頭和洗澡 要不然毛孔擴張會令病情加重 所以他一直堅持就是 足足3天沒有洗澡洗頭 結果就搞到這樣的樣子了 他又搞笑求助網友問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洗頭不洗澡 但是頭不要那麼油 還說我這狗仔都被我臭到吐了 網民哭笑不得 大家都紛紛勸他不要太迷信 還提醒他應該要保持衛生 才可以阻擋病毒 ys不要太迷信 好 好